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Miko 王杰奇 你今次出書 是否已經有第二本寫真 距離第一本寫真 差不多有六年的時間 所以現在再推出第二本的Miko 祈還日記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你裏面有沒有拍攝的時候 有甚麼特別的東西難忘 很難忘 就是在第一次合作的攝影師那邊走光露營 那種光露營 怎算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拍溫泉 然後比堅尼我有黏 又保護一下 但剛巧碰到熱水 溫泉太熱 它就不黏了 開始溶了 但我們沒有發覺到 繼續在拍 到了後面那邊 查照的時候才發覺 是做光了的 那時候是不是很尷尬 還是怎樣 很尷尬 很害羞 因為剛巧男生攝影師第一次合作 又是男生 很想找碌娟 但她有沒有說第一次跟攝影師合作 有沒有說有甚麼其他趣事 其他趣事 我發覺我的趣事 都好像跟New Bra有關 真是的 在馬來西亞拍攝的時候 就有很多飛蟲 因為我們在比較郊外那邊拍 就有些蟲蟲飛入我的New Bra那邊 就搞到拍攝要停一下 那你這次來香港 還會不會去其他地方 這次來香港 其實那個時間都挺緊密一下 安排了一些通告 接著採訪 但主要都是來書展 接著差不多四五天之後 就要回到台灣那邊 因為排了一些宣傳 通告 重要上 在台灣那邊有一個簽書會 接著台灣結束之後 就要回到馬拉那邊 搞宣傳 接著還有一部 可惜劇都是要拍的 那麼忙的時候 那你這次為寫真 有沒有特別去 是因為對上一部已經幾年前了 很大對比 是 很大對比 尤其是經過疫情 因為我自己又比較有貪吃一些 疫情的時候 就自己在家裡一直煮飯吃 所以是有肥了一點的 之後就有keep fit 為了這次的寫真 我都有將那個 訓練的力度再加強一些 好 麻煩你 你可以拿書來拿著寫嗎 好 這樣 剪幾頁 或者剪你最喜歡的 謝謝 最喜歡嗎 有很多的 但我少少透露一下 就是這個 但裏面還有其他肥基尼 就給粉絲 他們好像有些驚喜 自己開來看看 好 謝謝 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大家